那班座今日 就替天行道 输了你这个畜生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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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走 你 不好了 今后被人盖住了 我的经书 国师 谁 大公子 你想瞧我的经书吗 你大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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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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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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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姑娘 她这是怎么了 这位大师 一定是练了少林寺七十二绝技 但并非用少林内力所练 导致刺序颠倒 竟然是练了少林寺七十二绝技 心脉逆流 什么意思啊 就是走火入魔 端公子 端公子 小四 小四 虽然一路挟持你到这里 但是 我从来没有害过你 我也没有 快点害你性命之心 端公子 我求求你 求求你给我一个痛快吧 玉燕 你饱读五学典籍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稍微缓解一下国师的痛苦啊 要解救这位大师 只能够卸下他体内的真气 那该如何做呀 你的六阳容血功 或许能够帮到他 那我试一试啊 你 这位吐蕃高僧平时凶恶至极 他若我们救了他 会不会 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救人要紧 大师 不许能够的 他死了 met smear 你这位的 他死了 你死了 你死了 不要回来 你在干什么 董公子 你没事吧 好 揪摩志大师 你全然错了 刺序颠倒大难一再 旦夕之间 佛门弟子学武目的不在争强斗狠 而在强身健体 护法抚摸 倘若不以佛学为己 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 功夫练得越深 自身伤得越重 小话 这就是个小话 我旧莫之 机关算尽办事 最后 却落得如此狭长 小话 公子 我旧莫之错裂 少林寺七十二绝学 今日走火入魔 凶险万分 若不是公子不济前嫌 吸走我的内力 如今 我已经疯狂致死了 现在 我虽然武功见识 可是性命尚在 潇洒 感谢公子 不济前嫌 救命之恩 国师 国师快快醒醒 段宇何的可能 可以受国师如此大礼啊 国师 小桑本是修行之人 可是 争强豪生之心 比世人更深 贪 臣 痴 三毒皆掌 却还以高僧自居 居高自傲 不惨不愧 若是今日不幸 生后陛下无间地狱 万劫不复 大师 何出此言啊 如来教导夫子 第一 就是要去贪 去暗 去渠 去禅 但我是一样没趣 还痴心追逐什么天下武功第一 阴阴亿亿亿 害人害己 如今落得如此天地 虽然我武功见识 言之不是佛祖 赤殿 让我改邪归正 重回清净之地啊 祝贺大师 因祸得福 反而心思成彻 豁然开朗了 之前多有得罪 再次败过了 大师言重了 快点